字幕提供 Ay Oh 我的媽 謠言止於智者 怪歎大家來說 你們好 又到了我們的 還有我的媽怪談邪輝 是的 很久很久以前 聽說有部電影叫做 《南洋第一邪將》 這部電影呢 非常詭異 為什麼詭異呢 它非常仰眼 看得非常興奮 但是呢 很噁心 因為它裡面有一種 下了真將全身啪嗦 爆出了真 這非常噁心的一個畫面 所以我們今天要鎖地 在南洋這一帶 這個地理環境來聊一聊 所謂的將頭還有下骨 是怎麼回事 今天不得了 今天怪談先生換人了 有請怪談先生 看一下 真奇怪 真奇怪 壞的血 每次要妳 我們的奇怪 大家好 歡迎來到奇怪的世界 你知道 女生的機械 也可以成為 詛咒力量的來源嗎 既然有教頭 使用女生精血 做成月經教 有連破碎的精智 也可以成為 懲罰花心男友的 破經教 你快冷靜一點啊 對 可以啊 可以啊 最後一句話快講 沒有啊 我只是來帶他 我還以 現在當中這樣的對待 我會不會結束 好 好 最後 恭喜 你衣服掉了 你露點的呢 等一下 露點的呢 到底南洋先術有多可怕 不要轉牌 你就能見證 結束的力量 好 今天的代班怪談先生 表現非常好 原來他就是 你是誰啊 謝謝 異想 異想 我半天也不知道是誰 你現在蹲下去 趕快把衣服穿好 然後把衣服弄好 好 好的 今天我們要講 就是所謂的下骨跟降頭 可是在這個 這個 這個節目一開始 我們要先請問一下 谷師傅 我們一直分不清楚 到底降頭跟下骨 中間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降頭跟下骨 最大的不一樣 比如說骨呢 它是要用一些舞毒 或是蟲類 那骨是 正常我們有聽過的 就是最厲害的這個 金蟬匠 金蟬匠 這是福建那一代 以前也有傳到台灣來 大概三四十年前 十分寮瀑布那邊 有聽說那個金蟬匠 你怎麼知道 你都不專心 你不要講話 你怎麼看那麼厲害 我沒有看過這種 我沒有看過這種 你被我嚇到 你在後面露露露 我一轉給你 而且你被嚇到 怎麼娘泡我 對不起 但是喔 這個原理很簡單 其實它把這個 比如說你抓一百隻蟲 放到一個甕裡面 然後呢 放了四十九天 這個或是一百零八天 它會互相蠶食 到了最後剩下那一隻 就變成 骨 骨它把它激烈 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把它磨成粉 那你吃 它放在你的食物裡面 給你吃 有一種另外一種方法是 它是把它拉出來的 這些糞便 把它做 碾成灰 下在你的食物裡面 我聽過 但是這裡面最主要的 原因是什麼樣 它這個骨為什麼會厲害 就是說 它把 比如說 這個蛇吃到 把這個蝎子吃掉 它不是把它的身體吃 它把它的靈也吃進去 所以它互相一直吃 吃到最後一隻 如果你放一百隻 那剩下最後一隻的那個骨 它是有一百隻的靈魂 在它身體裡面 所以它力量會很大 那降的話是 它可以 如果你懂降頭數的人 它可以把 它任意練成的東西 降在你身上 我是有看過那個 那個民國五十幾年的 那個馬來西亞的報紙 它說 有一個人呢 他種了降 那死的時候呢 他肚子一直脹起來 然後到最後爆開 爆開呢 它裡面有一塊牛皮 蛤 牛 牛皮蛋 牛皮 就是牛的皮 就是它把這個 牛皮可能一直縮縮縮縮縮 縮得很小 降在你身上 然後它就 種了它的降頭 那如果這樣講 那到底是下股比較厲害 還是降頭比較厲害 這兩個比的話 這樣 因為股它是來控制 那降頭是害 一個是控制一個人 一個是害一個人 一個是我要置你於死地 對 另外一個是我要控制你的行為 對 你知道為什麼 我下股給你 趙振平 你現在是我的奴隸 我叫你幹什麼就幹什麼 那如果說我下降頭就是 你指定 我就要給你死 我也不要打 你是幽靈 我知道 我看電影 慢慢 怪 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講揮手 你這個是卡口毒醬 好的 現在開始跟各位講一講 我們今天的一些實力 好 有一陣醫生的夫婦 怒惹外籍幫庸 可怕了 然後就被下了恐怖的血降 這屬於降頭還是... 降頭 降頭這兩個字 基本上是從泰國 對 轉過來的 對 我們看很多香港電影 泰國電影 泰文它叫做 我講真的啦 變誰啊 你不要這樣唬爛 你問佛祥有沒有公投 我真的不知道 我是馬上來想 馬上來怎麼講 一樣來公投 降頭千百種 其中最陰險惡毒 最害人聽聞的 莫過於這個血降 血降 在台灣社會會整個傳開來呢 是因為有一對這個 醫生的夫婦 那他們就請了一個這個 泰庸 幫庸 那這個泰庸呢 每天辛苦繁忙 一整個禮拜當天呢 當中就是 有兩天特別快樂的時光 就是到台北火車站 六日 去聯誼嘛 這件事情呢 有一天被醫生娘知道的 那醫生娘 不曉得哪來的不對勁 就覺得說 你是我們的幫庸啊 那你六日去那邊 那萬一不小心懷孕了 那怎麼辦 我們還得幫你接生啊 還是怎麼樣 好像會造成他的困擾 所以就嚴禁他六日兩天出門 不准出去玩 各位 人生有兩大恨 是 殺人父母 你不讓他去 人家本來跟一個男生愛鳥 正在肢長 那這個女生就悶悶不樂嘛 而且是在台灣唯一的 對…有時候就只是這樣而已嘛 所以就親生報復之心 是 兩個月後 有一天呢 這個醫生夫婦回到家裡面 哎唷 太庸今天好棒啊 怎麼了 因為過去太庸都幫他們 弄一些泰國菜啊 酸的辣的這些 太庸怎麼也學會做台灣的麻辣鍋了 那個醫生夫婦一進家門 哇 那個你知道麻辣鍋那個 香味 香的咧 然後一打開 哇 大辣 大辣 那個鮮紅的辣油 哇 在上面這樣子 然後有那個 那個 那個 豬血 然後凍豆腐啊 豆皮 所有佐料都在裡面 對… 配料啊什麼樣的 然後醫生夫婦呢 哇 大塊朵魚就吃了 對… 可是邊吃邊覺得奇怪 就是說味道是不錯 可是怎麼隱約當中 帶一點腥味 好 那也沒有多想 就是說 會不會這太庸 可能買的這個鴨血啊 還是肉類啊 不新鮮這樣子 不新鮮 吃完了以後呢 差不多第三天開始 是 這個醫生 這個醫生的病情比較嚴重 我這醫生一直覺得 肚子脹脹的很奇怪 是 好 那殊不知呢 後面的症狀我會再講 殊不知他中了 最陰險惡毒的血醬 原來在這兩個月之內呢 這個太庸幹了些什麼事情呢 恐怖血醬讓醫生大難臨頭 驚人的後果我們馬上回來 不只是悲情走獸能用來下骨 千奇百怪的骨讓你嚇破膽 有黑雞血嘛 小雞血 還有賣魚血之外 他還加了 鏡頭上都有喔 就加了 對 這個是他在咬那個 他就把它把它咬掉這樣 下了醬頭給他 你知道還要出去玩 然後你就再加零 在地上 摔破 後來他就會在裡面就 痛一下 你看 一種抱著 然後你一摔一摔 就含那樣 就這樣子 我的嗎 他從泰國來 他知道呢 如何去下這個血醬 下法是怎麼樣呢 女人啊 每個月不是那個會來嗎 那個來不是會用衛生棉嗎 對 五天過後 吸飽了血的衛生棉 吸飽了血的衛生棉 然後呢 他在陽光之下曝曬把它曬乾 曬乾了以後呢 當天的麻辣鍋 為什麼會有腥味 為什麼會血紅 就是他把這個 衛生棉 吸飽血 又曬乾的衛生棉呢 當作豆腐皮 扔進鍋子裡面 這個吃下去以後 醫生怎麼樣你知道嗎 多可怕 怎麼樣 先是 每個月 差不多固定那三至五天 他也在噴血 為什麼 他也那個來 可是 也是那個來 可是是從肛門噴出來的 自瘡 對 那一般就認為是自瘡 可是他自己是醫生 他怎麼會知道 他怎麼會不知道是不是自瘡 對 他也沒有自瘡 自瘡會有徵兆啊 對啊 要把裡面脹 要把外面脹嘛 通通都沒有 他就自然的情況之下 就噴血 然後接著呢 嘴巴發出惡臭 那種惡臭 應該只有男人才知道的惡臭 帶點腥味 帶點魷魚味 帶點啦 臭掉的味道 就從他的嘴巴裡面 一開口 就聞到那個味道 請問一下 你是怎麼會知道這樣子 資料裡面有創造 資料 然後這樣子經過六六三十六天 第三十... 對 我們一般講七七三十 但是因為他不是四十九天嗎 不要陰的 不要每次都這麼剛好 就四十九天 那也起人移動 對 六六三十六天 六六三十六天 六六三十六天的時候 他早上醒來不得了的 他本來不是肝門噴血嗎 對 他再次是變成七孔流血 是從他 當然不是死掉那種七孔流血啦 是 就是這樣滲血 那到這個事情發展到這個階段呢 醫生已經知道 這個絕對不是普通的怪病了 一定是有問題 去請教這個高仁法師 高仁法師一看 不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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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有敲飲料 對啊 他嚇死了 對啊 真的 不敢處理 一看呢 就判斷說你這個是中了醬頭 而且是 這個高仁 這個高仁法師 只有在書中才看過的 最陰險惡毒 武漢人聽聞的雪匠 哎唷 那當下呢就緊急幫他聯絡 因為法師跟法師之間互相也會有互動 是… 東打聽西打聽呢 打聽到 全世界可以處理這個雪匠的呢 只有泰國 在泰北有一個白衣 白衣的這個術士 這個術士分白衣跟黑衣 黑衣的是專門下降給人家的 白衣像我們郭忠祐老師 就是救人的 白衣法師喔 煮了一鍋的這個雞蛋 把那滾燙的雞蛋呢 在這個醫生身上滾… 燙死了 滾滾滾 每一顆大概耗掉十幾顆雞蛋 每一顆滾完以後呢 把那個蛋殼剝開 皮剝開 都是黑的黑的 黑的 通血 他等於在吸他的 身上的這些 都有那個血匠 是 經過這樣子的調理之後呢 病情才慢慢的好轉 好 那何佳玟 香港有媒體去採訪過 真的是有月經血匠 有 香港有一個藝人叫 潘少聰 聽過 然後他有一個節目叫 恐怖的視線 恐怖視線 然後他專門就是研究這個 那這個 他這個影片是在印尼拍的 因為剛剛我們有聊到那個 月經血匠嘛 是 然後他就知道這個地方有 所以他就親身去看 人家做這件 天啊 就是這個巫術 影片一開始 我們就看到一個女生 就是主持人跟他的朋友坐在這裡 然後那女生就腿開開的 然後巫師喔 就是正好在取那個月經的經血 就是這一張 你們看這一張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 我看一下喔 這裡有一個女生 是 這個是巫師嘛 這個是那個主持人 潘少聰 他就先取了那個經血 然後他邊取那個經血的時候 邊念咒 然後下一幕我們看到的就是 他就抓了一隻那個黑雞 你知道小黑雞那種小 對 他就開始念作 念念念念 然後就是 他就這樣 咬斷 咬斷之後血就噴出來對不對 他就夾在那個盆子裡面 然後所有人都嚇傻了 想說接下來呢 他又拿了一條鰻魚 就是 然後就把血倒出來 然後除了女生的月經 然後剛剛有黑雞血嘛 小雞血 還有鰻魚血之外 加了人的那個濕油 鏡頭上都有喔 鏡頭上都有喔 就加了濕油 對 這個是他在咬那個雞 他就把它咬掉這樣 然後他把這個 他把這個 這個東西 就給那個要下醬頭 那個人帶回去 是 幹嘛呢 帶回去 這個醬頭 非常的可怕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如果他帶回去 給那個人吃 他就非死不可 你為什麼可以坐 你怎麼問我 你可以搬的椅子坐在這裡 沒有 真的要有椅子嗎 你自己不坐的 你怪我啊 奇怪耶 而且 繼續講 繼續 繼續講完 你要坐我旁邊 坐你 有時候講靈異事件的時候 好兄弟也會想拚啊 對 對 對,我誤會了 你要每次都兇我好不好 對 你今天打我不會退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有帶這一顆嘛 對 冷靜... OK 我之前聽過另外一個 他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 但是這個是在泰國 他不是在印尼 剛剛那是在印尼 這是在泰國 他就是 如果你拿女人的月經 他那整個的過程是 你拿的月經去 他會放在一個鐵的那個盆子裡面 鐵的罐子裡面 然後師父就開始念咒了嘛 持咒 念... 然後師父的助理 就是會找一隻青蛙 大概這麼大的青蛙 嗯 很大吧 這麼大的青蛙 然後抓的時候 師父也念... 念... 助理就把這個青蛙 放進鐵罐裡面 對 然後幹嘛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搗碎它 當場 搗青蛙 跟月經的棉片 搗碎它 然後搗碎之後 不是就會有那個汁液嗎 對不對 然後那個師父就會撈出來 嗯 然後撈出來之後呢 他會加什麼 加濕油 又加濕油 濕體的濕油 還有人的骨灰 對啊 然後調一調... 這個拿回去 如果你給那個 比如說舉例 我就好想要玉琳哥愛我 然後我就放到他食物裡面 他就這輩子都跑不掉了 很多男人喜歡去泰國買春嘛 所以呢 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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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知道泰國的 很多的這個特種行業的女生 也會用這個 這樣子 他為了要有固定的生意嘛 他就會用他的那個衛生棉 然後去曬乾 就把月經曬乾 然後磨成粉 然後給恩客吃 我們那個南洋大師鄭博獎 南洋大師 南有太花心 其實可以下另外一種 叫破鏡醬 對 破鏡醬 他有比月經醬好一點嗎 沒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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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表情好... 你們這種醬都是沒有好 其實放醬頭 本來就是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是... 他這個其實是 像你剛才講的那個月經醬 或是雪醬就是說 你要討回她的心 這個睡經醬 簡直是要拿你的命的 就是你心裡面有 就是很大的仇恨 所以才會放給你 通常是老婆放給小... 老公這樣子 口氣好大喔 你的口氣好大喔 你的口氣好大喔 好大還是什麼 對 這個醬頭 其實它是... 碎醬粉 這個... 破鏡醬 破鏡醬它是這樣子 它是把那個... 鏡子那個玻璃 不是 你好好講 我覺得你有點快要上身的感覺 有點害怕 沒有 玻璃... 他會把它碎成粉這樣子 把玻璃磨成粉 磨成粉 然後髮師就做那邊做 無視那邊做法 然後拿回去給你老公喝 你明白嗎 喝了以後怎樣 喝了以後怎樣 喝了以後 然後就像他有一個案例 就是在馬來西亞 他曾經報紙出 一個四十幾歲的男生 他無端端的 就是肚子越脹越大 然後就一天死掉了 然後不知道他死贏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然後他們就把它解剖 裡面有牛皮 不是 它裡面就是全部都是 這樣子的玻璃 玻璃 對 他也不是什麼特技人員 或者是 你的特技人才會吃玻璃 或是吃鐵 或是什麼 他不是 他是被他老婆下了醬頭 是 然後他是怎麼樣呢 就是譬如說 現在你的老公出去玩 你下了醬頭給他 你知道還要出去玩 然後你就在家裡 撒一片玻璃在地上 摔破 他就會在裡面肚子痛一下這樣子 就是一種報酬 然後你一摔一摔摔 他的內臟全部都割破掉 就這樣子死掉 這個已經不是要什麼 要他回頭什麼 不是 這個已經是拿於死地了 對 這已經有仇恨了 那這比月經教還要狠 對 所以你問我是不是比他狠 這個狠很多啊 是… 其實像香港 其實香港在整個中國來講 他也算南洋 他算南洋 但是他剛剛好他也有烏骨 他也有醬頭的交匯 所以香港那個時候的奇人都很多 對 那您說有一位香港知名的藝人 背下降頭 背下降頭是這樣 那個人跟劉德華是齊名的 但是不是劉德華 他們也拍過了神雕俠旅 就是陳玉蓮演的那一部 我知道是什麼 他跟劉德華他們在拍的時候 有一些外景 是到泰國的清邁還有其他地方 就是泰北 泰北邊境 泰北邊境 那… 那這位小生呢 這位小生是以風流著稱 曾經香港的電影明星 有一個很有名的是為他自殺 為愛自殺的 那他呢就是去玩啊那些 結果他無形中被降…被下了什麼 叫做七頭將 七頭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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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這七頭是整個 泰北的生態的那個動物 動物 還有用女孩子的精血 又來了 還有他的頭髮 還有七種蟲的那個東西 好 然後透過法師師法 然後不知道怎麼樣弄到他的肚子裡面去 那他呢也運氣很好 排完了準備回去的時候 他們去看白龍王 是 白龍王看的時候就點那個流水 這樣子的時候 他在噴的時候 結果那個水到他這個煤尖這邊 突然這樣子閃過去 白龍王就在那邊一直看著他 納悶 對 就納悶 然後他再甩個一次 同樣的部位 他這樣 他...好 他看完了 他說那你留下來 好 他說那你留下來 然後一看這個地方有點暗的 還有一看他這個地方 大腿兩側的那個 應該講靜動脈 就是說 浮得跟那個 有點像那個繩子一樣 就是說 超級靜脈瘤 對 超級靜脈瘤 他就叫他平躺下來 然後往肚子一暗 他說痛不痛 他說不痛 然後在暗 在暗的時候 他就... 不痛喔 還是不痛 但是人會有點反胃 對 他就看了個半天 他就跟那個隱形講 他說這樣 我寫一個東西 你再回到原來的地方 你給那個人看 你給某某人看 好比說你給國師傅看 或者是... 或者是沈玉琳看 但是那你自己不能看 他說你自己千萬記住 你只要看了那就完了 結果呢 他就覺得他身體是有點不適 是 他就帶著這封信 那其他人都回香港 他自己再回到太北 就把信交給了沈玉琳 他說是白龍王 托我交給沈玉琳 那個人 那個人看一看 那個人看完以後就... 你某年某月某日 你跟那個女孩子做了什麼 第二個做了幾次 那你第三個 你的心態是什麼 第四個有沒有付錢 第五個有沒有什麼 問得一清二楚 問得一清二楚 當他問完的時候 他就講 你要辦理後事的話 就不用問了 如果你要解決問題的話 好 你要解決的問題 你要付一筆錢 你拿二十萬港幣出來 就是說我看白龍王的面子 你拿二十萬港幣出來 結果他就在那個法師家裡面 做法做了三天 做法做了三天以後 他是從他排泄的器官 像鼻子 嘴巴那些 那個排泄的器官 就是排出一大堆 莫名其妙的 那個...那種小蟲啊 螞蟻啊那個... 好 通通排出來 他說最後 他說他沒有辦法 你還是要找到 那個女孩子的爸爸 他說那個下的 那個不是那個女孩子 是那個女孩子的爸爸 他說你把那個錢 就送給他 他說你在我這裡 就不用收錢 因為他這個二十萬 是一直放在供台上面 一直幫他弄 結果他找到了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一看 他說那你回來了 然後看到二十萬 他說好 錢我收 他就在他家又住了一天 到了最後不知道 他是用那個尖錐的那個 那個不是真的 就是我們修理房屋 或者跟那個羅斯奇斯 那種尖的那個東西 他說我扎下去 你不要感覺到痛 他說但是呢 我不會傷害你 結果從他脊椎 從他脊椎跟肛門之間 他用這個東西 啪的一打 你知道嗎 就... 一個東西吐出來了 你知道 那麼小的一個 黑...黑核色的那個... 不知道什麼東西 然後他把它收了起來 放在罐子裡面 用火把它燒了 好 說 那從此以後 那個... 那個隱心 他再也不敢去泰國 但是他 向白龍王說道謝的時候 白龍王只是跟他講 好 他說 他說 以後這種事 要... 要... 白龍王找你 趕快接 白龍王 我嚇死了 白龍王怎麼會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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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送到我了 你送到我了 剛欣賞你 他留一封信 結果呢 他留一封信給你 他把那個... 盒子 盒子 他說 你... 你一定要燒掉 就除了燒掉 他還謝謝白龍王 白龍王說 你把盒子的灰 收集起來 在那個... 撒在草地上面 他說就代表你的魂已經... 那個魂已經走了 離開了 他就勸他 以後那個地方 你再也不要去 他會對你第一次 他也會第二次 剛剛講的就是 一些什麼 金錢上 感情上 現在有一個很新的媽媽 對女兒下降頭 這在哪裡 這個是在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新陳吧 應該是 因為我沒有詳細問 這是以前我一個客戶 他是台商 但是他不是去大陸做生意 他是去馬來西亞做生意 那他在馬來西亞做生意的時候 認識了一個當地人的男生 那交往了兩三年之後 有說要論及婚嫁 就是說要結婚 有說要結婚 那這個... 女孩子就跟這個... 我的客戶這個台商講說 那你要結婚喔 你是做貿易的 你乾脆喔 在馬來西亞開一間公司 我來幫你經營 好 那... 我們結婚呢 我也才有一個保障 他說好啊 那他就去辦一些 開公司的一些... 比如說租辦公室啊 或是買房子 或是申請這些公司執照 都弄好了 他就說 你沒有跟你的家人說 我們要結婚的事 那女孩子就說 我現在回去講 結果他媽媽呢很反對 其實這女孩子也是華人啊 他們是屬於客家人 他們可能早年喔 有跑到那個馬來西亞去... 去種田啊 墾荒 那... 他們的觀念就是說 你要嫁就要嫁馬來西亞的人 雖然台灣人也是華人 但是你是馬來西亞以外的 華人就是外國人 你不能嫁外國人就對了 就反對他們在一起 結果他媽媽就去找人家 對他下降頭 結果降頭一下下去喔 翻臉跟翻書一樣 這個女孩子在馬來西亞 是大學畢業啦 長得很羞氣很有氣質 結果呢 就跟這個台商的... 我這個台商的這個客戶吵架 吵架呢 都用標三字經的 那... 我這個客戶也覺得很奇怪 跟他以前認識的這個人 完全不一樣 他就後來來找我 我說你這個被... 下了沖開的醬 沖開醬 要把你們兩個沖開 我說你這個要解很麻煩 他說沒辦法 他說 郭師傅你可不可以幫個忙 我說這個第一個距離很遙遠 第二個 你被下降頭 被下的這個人 你一定要把某一些東西 解醬的東西給他吃下去 要給對方吃下去 把他身上的醬排出來 不然解不掉 那我就開了一些服 我跟他講 你要這要怎麼做 你要下在飲料裡面給他喝 那後來解掉了 他們才結婚 這麼講 冰城有一個醬頭是很有名的 他叫做鬼王德 對 應該是講說在七八十年代 趙哥 趙哥你怎麼樣 趙哥被嚇到 好啦 趙哥被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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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王德是什麼 應該是這樣子講 他七八十年代他在... 為什麼這麼多故事 或是這種東西都是來自冰城 因為他是來自冰城的 一個鬼王德 七八十年代 據說很多明星 或是很多曾上藝人 都去找他 如果你要下降頭的話 都可以找他 這鬼王德是何方神聖 為什麼會對所有的骨 都撩弱指掌呢 更多恐怖邪術千萬別走開 被嚇到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 一直感覺有一隻泥鳩 在你的體內鑽動 要走我 上走猴頭 下走大腸頭 沒有 停 才上眉頭 卻下心頭 讓我感覺 養了這個骨之後呢 這個骨會幫你做事情 不過這個養骨的人會 因為他力量很大 那你要小心 他就說你一年呢 你要... 蛤 你要祭...祭人啊 如果你要下降頭的話 都可以找他 他就是鬼王...鬼王德 是人模人樣的一個降頭師 當他差不多... 現在這個鬼王德已經往生了 然後他在... 這個其實看起來是還好 對啊 不過... 這還好啊 好...一看到他的時候 已經是皮包骨了 就是說他的樣子已經是... 他已經是癌症全身 然後... 因為他下... 據說他下降頭 他是會告訴你說 下了你會有什麼後果 比如說你來找我下降頭 我跟你說你會有什麼後果 他是什麼降頭都做的 只要有錢 他都做 所以他... 他後面的下場 聽說是... 他死得很... 很欺財 對... 對... 有壞事做多 對... 不過他會跟你分析 你做得... 你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對... 據說現在他還有徒弟在... 在幫他做很... 就是現在... 那一邊... 他臉上都刺青 對...他臉上都刺青 沒有...那個... 除了刺青 各位你要知道 他那個... 身上至少有三種癌症以上 他什麼都做 他養過... 他... 聽說他養了上百隻的小鬼 他什麼都有佛牌 鷹牌 降頭 什麼東西他都有做 東南亞一帶啊 這個降頭術真的是很恐怖 對 但是我跟你講 中國邊界的古毒 也是厲害的 來 有請怪談先生 起司 真奇怪 真奇怪 壞台先生會每次給你 滿滿的奇怪 大家好 壞台先生又來了 今天要告訴大家 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你只有聽過 蝦子蜘蛛可以下鼓 但是你聽過 泥丘 跟火力屋 也可以變成讓你 崩潰的糾纏骨 毒 但是... 你是恐怖的兄弟 他是可以幫你辦事害人 卻也可以反思下鼓的人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讓我們趕快來看下去吧 謝謝導播 謝謝大家 但是你... 等一下的不錯 好 泥丘老師很好 下次就要放就對了 好 OK 謝謝... 可以...拿你們放 可以... 謝謝... 謝謝 謝謝 好 好 剛剛講到泥丘骨 泥丘骨會有萬重專心的感覺 但是泥丘骨不是真的拿泥丘來做 那是什麼 泥丘骨的製作方式 先... 三匙沙拉油 然後呢 然後把剛剛所謂的五毒 五公殘除等等的 放在鍋子裡面炒 炒收以後呢 一樣研磨成粉末 是 是 再去採竹葉 這種竹葉呢 只有在太北的某些山區 才有的一種特殊的竹子 竹葉 那大家知道竹葉 那個葉子的時候 那個樣子很形 形就像泥丘 好 讓這個竹葉呢 浸泡在這個粉末裡面 這次要幾天呢 八八六十四天 浸泡八八六十四天以後呢 然後呢 給你想要施於古樹的人 讓他服用 就曾經有一個女生呢 因為這個男生呢 對他薄情寡義 然後呢 背叛他 劈腿他 所以這個女生呢 就對他撕下了這個 泥丘骨 這個泥丘骨有多可怕 你知道嗎 你只要撕下了這個骨以後呢 怎麼樣 短則一年 長則兩年 他就會開始發作 發作起來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全身 一直感覺有一隻泥丘 在你的體內鑽動 各位 如果你身體裡面一直感覺 有一隻泥丘鑽來鑽去的話 上走猴頭 才上眉頭 卻下心頭 那種感覺 而且你感覺他穿過你的胃 你的橫隔膜 你的心臟肝臟那種感覺 相當之可怕 可怕 那這個男生 不只是自己的這種感覺 因為他這種骨呢 他不會天天都發作嘛 就每隔幾天 每隔幾天 這個女生下這骨 惡毒到什麼程度 這個男生只要劈腿 跟別的女生 也刑訪做那種事情的時候 會怎樣 隨著高潮結束 他竟然把這種泥丘 也會傳染給那個女生 換到那個女生 一結束完之後 奇怪 不是結束了嗎 為什麼還在鑽啊 剛剛不是做完了嗎 他還是覺得在鑽 而且就從他那個私密的部位 一路鑽鑽 鑽到喉嚨 那又走回 就這樣鑽來鑽去 其實骨頭 他是五毒 五毒的話 不是說你同時養在罐子裡面 不是 各位看過蛇去訓蛇的 印度的訓蛇的那個 還有他們可以訓蛇 蛇去訓蛇 蜈蜈 這看起來很小聲 這蝎子夠肥 蝎子 還有蜘蛛 還有一個就是殘除或者毒 那我不知道他們說 他們去那個苗疆看的時候 就是這樣看 看的時候有那個訓蛇的 況且你養不是說 養得那麼大那麼肥的 通通把它養 放在那個鍋子裡面 桶子裡面 他說不是 就是那個毒很小的時候 小蛇 那些小的時候你要 你就要開始去培養 那你培養的時候 你要下符咒的 是 那他每一次下那個符咒 都會講生人迴避 就是說他們自己弄 然後就在那邊 我也搞不清楚 他們就是這樣弄一弄 等到這些東西都養大 都長大了 他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製成乾粉 好 把它研磨成粉 趁沈玉玲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從他鼻子裡面 吹進去 吹進去的就是說 我要你的命 我跟你有不共在天之仇 是 就是說他純心不會放過你 那第二個就是控制 控制感情 那我爸爸就有一個同事 他也喜歡那個苗江女孩 就被花心一點 花心一點 他們也那個論局婚嫁了 結果一個命令 就那個調到遠征去 他兩年沒有回家 遠征君 遠征君 他兩年沒有回家 結果有一天 他那個覺得腹部的 左腹部 有點硬硬痛痛的 像他以為是肝發炎那一些 那個時候沒有什麼醫療 那個什麼 連醫療水平都沒有 但是年紀輕 他以為就是這方面 結果檢查 結果 在裡面 一直有冤枉 我跟你講他們講鼓 絕對不是全身障 是一個地方 大概是你的左 因為人通通知道 心臟是在左邊 他一定是跟你的心 是連在一起的 同一邊 然後他就覺得鼓鼓 他說這個地方是 什麼部位 找那個衣冠 衣冠也那個沒有辦法 疼不疼的疼 也不痛 就是怪怪的 就是你摸下去 硬的 硬的 可是那你不去管他 他又好了 就是死好死壞 讓你搞不清楚 到了最後 他 他呢 就到一家廟 那個廟裡面靜養 因為他痛得已經難過 那個老和尚 給他看了以後 就把他摸一摸 然後說 那你等一下 我先幫你治 然後他用冥凡水 因為那個他們 從山泉打下來的水 要打那個冥凡下去 然後從冥凡水 他說 你喝喝看 一喝以後 他吐了一點東西 他說 你 你是不是到過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 他都跟你講得清清楚楚的 他說這樣 我沒辦法治你 你還是回到原來的地方 請假他就回去 回去的時候 他說 你兩年沒給我陰信 我只是通知你 應該要回來看 你可以用別的方法 你寫個信之類的 沒有 但是那個時候 他們的想法就非常單純 以後我反正 我會回去 結果他才知道他被下了鼓 他被下了鼓 因為那個鼓除了吹的 他是怎麼吃進去的 鼓 鼓這種東西不能碰熟食 不能碰熟食 鼓不能碰熟食 所以各位去看那個苗薑 他有很多的醃肉 他很多的醃肉 也算是生死 他是生的醃出來 他是醃出來 他就放在這個裡面 他就放在這個裡面 他就告訴你 你永遠逃離不了我 手掌心 我的手掌心 所以當他想你的時候 他就會千里之外 去傳動這個東西 他說這個東西非常玄奇 他說這裡面 也有一點法術的成分 但是法術究竟是什麼 沒有人搞得清楚 是 有華哥剛剛講的沒有錯 他是種在你身體 基本上你沒有去動他那個鼓 是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睡覺的 就潛伏到 但是如果打雷的時候 鼓就醒了 所以他們下鼓的人 他就要對你施法 已經種在你身上了 他對你是他敲鼓 他一敲那個鼓聲音很低沉 可以傳得很遠 對 那個頻率可以傳得很遠 那他一敲你的鼓 身體裡面的鼓又開始 就醒了 活動 對 醒了 就開始活動 那你就開始人不舒服了 那剛剛我們一開始 談到什麼金蠶 金蠶骨 金蠶骨是怨念很大的 對 因為它那個力量很大 是 流行在這個湖南一帶 也稱作家鬼 金蠶骨又稱家鬼 這是什麼恐怖的形容詞 難道它常常藏在民宅之中嗎 我的嗎 為什麼會家裡養個鬼 為什麼會家鬼 就是它這個鼓形成之後 你養了這個鼓之後呢 這個鼓會幫你做事情 比如說你是種田的 你就幫它擦秧 擦一個給它看 你就叫它做 它一個晚上就把你 整片田的秧都擦好了 就不用做事了 它就幫你做事 不過這個養鼓的人會 因為它力量很大 那你要小心 它就說你一年 你要買一個人給他吃 你要寄一個活人 給他供供給他 對 但是那個鼓不會算數 養鼓的人 他到年底的時候 他都會跟你講說 今年摔破幾個盤子 打破幾個碗 所以今年做的工作都賠錢 賠錢就沒有錢買人給你吃 明年再說 所以每年都是賠錢的 每年都是賠錢的 那你如果不養怎麼辦 那你賺錢賺好 有人不養 就是價金產 就是說它會拿一個 像香灰的東西 它那個香灰裡面就是鼓 然後旁邊會放一包金銀財寶 那你路過了 你就會把它撿走 它放在一個籃子裡面 我這個抓過了 我不會怕 你知道嗎 然後呢 如果看到的人呢 他如果把它撿走 你就...對 你就順便把金蠶帶回去 對 那就把金蠶拿回家養了 那以前有一個故事就是 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你要... 萬一都沒有人 沒有人撿那一包 那怎麼辦呢 你就架不出去 你就要一直養它 那以前的老法師 有一些方法 他就... 有一個人想了一個方法 他就放在一個盆子裡面 然後呢 要過河 然後呢 就假裝說 過河 我要過... 走到河的中間 假裝說 我要淹死了 淹死了 然後就... 你就不要起來 那個金蠶就... 隨著那個... 臉盆一直飄... 飄走 飄到一個樹上面 那金蠶就卡在那邊 那他想說 那個人也死了 過了大概二十年 這個... 這個養金蠶的這個人 就帶著他兒子 他說 嗯... 走到那個... 當初那個金蠶... 卡在那邊的地方 他說 他就跟他爸爸講 爸爸這張... 這個樹怎麼長得很奇怪 有一半好像是爛掉 哭掉這樣 他說 這個就以前我... 我放金蠶的地方啊 就把他留走 可能就留到這一個啊 結果那金蠶一聽到啊 就把他... 撲到他身上 他就死了 這是很有名的故事 好可怕 應該是... 爸我怎麼講 小孩子在那邊講話 去回家再講 對 他不知道 他以為說可能那個金蠶也不在 是 所以說這個骨跟這個降頭 其實說是傳說 但是也很多的事實擺在眼前 對 如果說你不想被人家下降頭 不想去被人家下骨 不要跟人家結緣 對 你就不要去做虧姓事 不要去害人 像譬如說我後面這一個 他... 你怎麼知道 沒有啦 沒有啦 他沒有 他是手張骨 剛剛我就給他下了 趙哥骨 那他報應了吧 是呼籲一下自己的行為 不要去惹人家 不要去加害人家 你就不會得到報應 好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